你好,欢迎收看5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陵慧 根据卫生单位推估,花莲约有4000位的失智症患者 为了减缓老年失智速率,花莲全县设置了5处的失智供照中心 33处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花莲县政府26号举办颁奖活动 由县长徐政卫亲自表扬 提供老大人们完善的照顾服务的基优失智供照中心还有社区据点 花莲线卫生区从106年起开始 在花莲北中南区复建失智供照中心 并且在各区乡镇沿线设置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至今全县有5个失智供照中心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33处 花莲线卫生区表示 由县生所长造分站串起点线面服务 资源分布移居花东守卫 而且服务据点因地制宜提供不同族群长者最适应的创意服务作为 根据卫生单位推估 花莲约有4000多名失智患者 为了减缓老年失智的速力 花莲线全县有5处失智供照中心 33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花莲线卫生区也在26号颁奖表扬提供 老大人们完善照顾服务失智供照中心以及社区据点 这个亚健康的部分健康和亚健康都可以延换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么多的据点 另外无论是我们长青大学 或者是我们的乐领学习中心 在花莲线现在已经有四十几个据点了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55甚至65岁的长者 看得到用得到以及可以到我们所有的社区参与 花莲线有176个村里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村里有一文件 一文件在据点 让我们的长者都可以走出去 看看街坊邻居 以及我们大家成为好朋友 一起快乐的慢慢的一起走下去 人家说说喜乐是良药 喜乐对任何任何人都一样是良药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 26号由新长学生会亲自颁发 108年是执政服务机油单位 包括四处私自公招中心 以及27处私自社区服务据点 机油服务市集包括发展当地 足以认知测量量表 结合社区母语志工翻译 协助完成私自筛检 导入桌游并且办理大型桌游比赛等等 希望花莲私自服务计划走出自己人 照顾自己人的模式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